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如果国宝会说话》里面对红杉玉龙的描述 龙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 自古以来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神 玉在中国人心中更是地位至尊 远古时期无以玉是神 进入封建社会 君子已得比玉 当龙和玉相遇就成了一种象征 一种精神 一种图腾 1971年 被考古界誉为红杉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 红杉碧玉龙在赤峰市红杉文化遗址出土 红杉玉龙的发现不仅让我们找到了龙的源头 也充分印象征的中国玉文化的渊源流长 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玉龙之象 如今 这件国宝级玉雕龙就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远古和现实只隔着一道五毫米的玻璃 五千年 河上是一座厚重的大山 展开是一幅历史的长卷 五毫米 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的世界 红杉玉雕龙 向世人展出了它五千年风姿 埋在尘埃之下五千年的碧玉雕龙的发现 仿佛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 我们是龙的传人 红杉玉龙也成了华夏民族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 在红杉文化遗址中 最引人注目和富有特色的是玉器 其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 具有鲜明的地玉和时代特色 形成了高度发展的治玉工艺 研究者曾把红杉文化玉器分为三大类 一为装饰类 一为装饰类 二为动物崇拜类 三为礼仪类 红杉玉器表面很少有装饰文样 个别的如C型龙额布的网状方格纹 玉珠龙 眼 耳 嘴部雕琢的线纹 经研究发现 这些纹杨都具有特殊的含义 而制作这些纹杨则有一套成熟的程序与工具 而在那个只有简单工具的时代 能琢磨出如此精致的玉器 简直是人间奇迹 玉孤行器 玉钩云行器和玉珠龙 是红杉玉器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器形 出土这三种玉器的墓葬都是中心大墓 在那个还没有进入王选统治的时代 掌握神权的巫师就是王者 而稀有又珍贵的天然玉石 则是巫师常用的通天法器 红杉文化在西辽河流域 延续达一千五百年之久 他们和现代人一样 想要探索宇宙与天空的奥秘 可是在那个遥远的史前社会 人们还不能用科学的思维来解释这些 于是就把生命与信仰 倾注在每一件玉器之中 中国有句古话叫 玉不夺不成器 所以说 红杉玉器一开始 就有着某种神圣的使命 玉不够 描述